林彪副主席主持了今天的大会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 有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志 王永胜 吴法健 叶群 汪东兴 温律强统 还有 董毕武 刘伯诚 朱哲 陈云 李富春 陈毅 李先念 徐将前 念荣臻 叶贴英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月十五日进入第三项议程后 代表们认真地 负责地进行了工作 根据大会主席团规定 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 先由各代表团自由齐名 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意见 提出候选人名单草案 再交给各代表团 经过充分协商 产生出候选人名单 然后 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 经过几次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的 充分的民主协商 商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 由主席团提到大会 进行无记名投票的正式选举 中国共产党 一九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过程 充分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和群众路线 大会开始投票选举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羡慕走向投票箱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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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ention 太好了 太好了 。 投票选举的过程充满了极其热烈的革命气氛 代表们高兴的说 这次大会高举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严肃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本领的伟大胜利和基本经验 确定了党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的任务和政策 这次大会必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 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产生十分布鞋 斡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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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